主席 主席謝謝 我們可以請石主委 請石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想主委 今天早上許多委員 或者是我們社會議論 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最近遠傳併購中家案 我相信這幾個 這整個併購案裡面 其實有牽涉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黨政經推出媒體的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其實我個人認為 是比黨政經推出媒體更重要 就是是否會形成言論過分集中 然後影響言論自由 然後操縱整個輿論的方向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這件事情的最大的核心 因為黨政經推出媒體 這件事情 坦白講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大家有不同 包括有人要來修正 包括他持股比例 或者是要如何放寬 這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現在的狀況是還沒有修正 但個人認為 其實最嚴重的一件事情就是 言論是不是會過度集中這件事情 那而且在這整個事情當中 一個最令人詬病的就是 遠傳為了規避黨政經推出媒體 這件現在目前為止 法律還明文禁止的這樣事項 所以透過以再做股的這個方式 然後透過一個荷蘭的 設立一個荷蘭的公司 然後來投資 他是購買公司在 對啦就以再做股 那就是 講的弄得很複雜 其實他還是實質 還是對這間公司有實質的影響力 還是他操控 主委 我要請教你一下 NCC在討論 我們黨政經推出媒體 這件事先放在旁邊 你在審核的時候 對言論過分集中 這件事情的疑慮 或者說你們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分兩層來說 第一個職業代付款 你簡短回答就好了 他不能設立財經台新聞台 來 主委 所以事實上 你們還是看到這個疑慮 所以你們做了一個 負負擔的行政處分 然後上下架 他也必須公平處理 你根據行政程序法的第93條 你做了一個負擔 是 沒有錯 然後你認為說 做這個負擔 負擔的行政處分 你們認為有一個實質的作用 那我請教一下 如果演傳不履行 這樣負擔的時候 怎麼處理 分別分宿外人跟申請的 兩部分來處理 如果那個相關的負擔條件 沒有履行的話 那涉及了原來 處分基礎的變動的話 當然可以廢止原處分 負擔本身的不履行 也可以追究它 行政上義務的違反 主委 你是念法律的 那你認為 如果你是站在這個 投資者的立場來看 你認為這個負擔 如果不履行的時候 難道就是一翻兩瞪眼 然後你政府發一個文之後 這個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嗎 會衍生什麼問題出來 就跟投資案提出當初一樣 它處於高度的不確定風險當中 主委 你應該很誠實的回答這個問題 是 這件事情 如果負負擔不去履行 無論你的二十項的條件裡面 其中一項不履行的時候 不是條件 負負擔你不履行的時候 絕對不是政府在發一張公文給這個當事人 就是說 不好意思 你違反了第幾條的負負擔 所以你這個 廢止掉 我廢止掉原來的你這個許可 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其實是為政府衍生了 永無止盡的訴訟 主委 我們可以預見 如果這二十項的負負擔行為 裡面 好 將來你卸任之後 新的政府 認為說它哪一項是違反了 違反了負負擔的這種條件 所以他就發一個 廢止這個許可 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不會告一段落 包吻 我在任內 發過旺東的付款 主委 我也處理過很多 行政是一體的 它會持續的運作 主委 不會因人去而改變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要講究這件事情 你看起來 這種二十項的負擔 好像是說 你在限制 你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你在限制遠傳 說 我們都以遠傳做代號 雖然它那個申請的不是遠傳 你說你不能違反這二十項 然後程序 行政程序法裡面 第一 一百二十三條有規定說 如果你違反的時候 我可以廢止 得廢止 但是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會讓這個事情 會產生永無止盡的訴訟 因為當事人 他不可能接到這個 投資那麼多錢 不可能接到這個 廢止數字說 不然後來我認錯了 把這個廢止許可 他一定會怎麼做 他一定會訴願 而且申請加處分 停止你這個處分 然後進行永無止盡的訴訟 訴訟完之後 我跟你講 這個大概這個時間 我們都不知道哪裡了 我已經說得很好 就算你不決定呢 他也可以提起 客語義務之訴 要行政機關做成準國制決定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就是這樣 主委 導致國家一次都尋法而行 主委 所以說 第一個 你看到這個可能言論過分集中的事 可能性 有這樣的疑慮 所以你用負負擔的行為 其實你有兩項選擇 委員會有兩項選擇 第一個你認為你家裡負擔嘛 第二個 其實你可以回應 這整個 不只是現在的 民進黨或 時代力量大家的要求 民眾對這個言論過分集中 這件事情有相當大的疑慮 你可以把這整個事情 或者說你剛剛說要尊重新的民意 而且你也看到說 反媒體壟斷法 在上個會期 事實上才經過委員會 進入協商 雖然借取不連續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 這個會期裡面 反媒體壟斷法 依然可能會被提出來 你可以用這樣的理由 然後你可以鑑行你的 NCC組織法裡面 第一條開中民意怎麼講 行政院會落實 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謹守黨政軍 退出媒體之精神 促進通訊傳播健全發展 維護媒體專業自主 有效辦理等等等等 其實你可以鑑行你的 組織法第一條 國家克語你這個NCC的 基本任務 而且最重要的任務 你可以把這整個審議案子 你可以不用那麼急 可以停下來 就如同你剛剛講 說你要呼應新的民意 你有些事項 你會交個新的政府 新的民意去做處理 但是我們看不出來 這件事情有如何的急迫性 你看到言論可能過分集中的 可能性的時候 你卻把這件事情 如此快的做一個決定 然後 然後 你看了 你做了20項的負擔 的行政處分 事實上 可能會衍生 往後 永無止盡的訴訟程序 我相信 我相信任何行政官員 在做決定的時候 都會考慮到行政跟法律責任 我跟你講 佛 佛準要付理由 佛準都 這個理由太好寫了 我不相信 持延呢 也要付理由 人家也可以贈送 主委 主委 這差別在哪裡 你還沒有準的時候 你還沒有準的時候 事實上有很多空間 可以來處理 你沒有準的時候 這個同志案 你這個 你還沒有準的時候 行政不是以拖延為上的 主委 這個不是拖延 主委 主委 只會疑慮而不決定就是拖延 主委 如果有疑慮就該 如果發現是違法 就應該否準 主委 單純的疑慮不構成違法 這樣的疑慮難道 單純的疑慮不是違法 主委 剛剛我們今天 有那麼多的委員提出來的 那個不是合理的疑慮吧 我們對黨政軍沒有退出 是否要退出媒體 這件事情難道不是疑慮吧 我們對言論過分集中 這件事情難道不是疑慮嗎 是疑慮 我們對 我們對現在 可能我們在正在 有可能非常 這個會期會繼續推動的 反媒體壟斷法 難道不是一個合理 一個正當的理由嗎 如果已經有個明確的法律說 本案該拒絕 本會一定拒絕 主委 事實上 這是你的一個價值選擇 也是委員的價值選擇 主委 所以每次我們在 在這裡的時候 總是如此的 會 因為 你我都是堅持原則的人 你講這句話 我不知道跟你否定好 還是要肯定好 還是可以肯定50% 所以 你剛剛就本席所提的 你要廢止行政處分的時候 所可能衍生的訴訟程序 就跟我們拖延的時候 要面對行政程序是一樣的 主委 那個是不一樣的 是一樣的 法治國家所有的決定 都要有法律依據 而且都要符理由 對 所以我說過 你暫緩審理 或者是重新審理 你別人認為的理由 主委 你應該講別人認為的理由 不是你的理由 你的結論就是這樣 我們所有決定 都已經公佈在網站上了 如果哪一點違法 歡迎委員指出 主委 你的任期即將在 7月份 因此越來越高興 我的沉默是代表我的沉重 既然有一個掌握國家 這麼龐大行政資源的NCC主委 很少 在部位當中算是非常少的 用非常 當然我不是要叫你依依不捨 或者是要 絕對不會依依不捨 你先聽我講 你不要本能性 我講一句你就回一句 我們不會如此的爭鋒相對 謝謝 這個也不是國家賦予我們 這個職務的一個最主要目的 其實如果你回顧看 其實我們交通委員會 所有氣氛最不好的就是NCC 私底下不會 不會 絕對不會 因為你本能性的 我們講一句 我們都在距離立正 不會好啦你不要講 現在是我的時間 謝謝 不然算我跟你商量 我有請你回答的時候 你再回答好不好 好 本期會很不客氣的講 你現在的態度會 會跟B以前來講會更輕率 我有在考慮要怎麼用這個用語 畢竟你在學術界還是有 本期之所以沉重就是說 看到一個NCC的主委 你現在的問題 竟然在回答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說心情高興 其實我看到的不是說你 卸下這個重責大任 而是看到你那種 輕率 不是 你不用回答 我一定要澄清 我不是清算 你澄清你用書面澄清 好不好 但是委員這樣子有扣我帽子的嫌疑 你用書面澄清 我就是要扣你帽子 委員說了 我就是要評價你 你把我這個評價認為是扣你帽子 我就很明白跟你講 我就是在評價你 好不好 但是你的形容詞叫扣帽子 我就說我是在評價你 如果你反對的話 你可以用書面 忠心的期待 也祝福你在7月份 卸下你的重責大任之後 無論你到哪一個地方去 還是可以發揮你的所長 那我們也忠心期待 新的政府 所選擇出來的新的主委 能跟你有你有不一樣的視野 不一樣的態度 不一樣的態度不是說在這裡 要對立法員的質詢 微微懦弱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能夠在這裡 就對事情的本身 我們理性的探討 而不是本人性的 遇到每一件事情 就加以反駁 而不是面對這麼重要的職務的時候 卻以如此輕率的態度來回應 謝謝劉兆豪委員